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之前我们也谈过 雅各他需要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 长子的继承权到底要给谁 因为刘变已经犯罪了 所以不可能给他了 然后就是我们最后看见 就是他会给约瑟 所以37章就先交代了约瑟 被他的兄弟们嫉妒 然后被卖到埃及去 那第二个雅各面对的问题就是 上帝应许他说 君王要从你而出 那这个君王的职份 以后要交给谁 所以在38章就交代了 犹大他生命的一个转变 然后来让我们做个预告 君王的职份会给犹大 所以到接下来现在39章 就继续来交代 这个约瑟到埃及之后的发展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 有一个埃及人 就是法老的内臣 就是法老朝廷里面的这个臣仆 护卫长波提法 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示 玛丽人手下买了他去 就买了这个希伯来人奴隶 第二节约瑟住在他主人 埃及人的家中 耶和华与他同在 这是重点 之前这个约瑟的爸爸 雅各逃难的时候 耶和华也跟他爸爸说 你不要害怕 我与你同在 甚至包含这个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他们在最 孤单 惊慌 失措 挫败 软弱的时候 耶和华都会 向他们显现 对他们说话说 不要怕 我与你同在 我们看见说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约瑟他就 百事顺利 他主人见 耶和华与他同在 又见耶和华 使约瑟他手里所办的事情 尽多顺利 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 能够来伺候他的主人 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 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 他就变成这个管家了 我们之前在37章 看见约瑟穿着彩衣 被哥哥抓起来 然后被卖到埃及 他那时候他是17岁 现在也是17岁 我们那时候印象就是一个 好像一个不懂事的小朋友 然后就是爱做梦 然后爱打小报告 好像是一个这个 没什么脑袋的小朋友 但到39章我们发现 其实并不是 约瑟是一个非常有办事能力 有领袖特质的人 当然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凡事情都顺利 神恩待他 使他在神跟人面前都蒙恩宠 但同时经文也告诉我们 上帝真的有赐给约瑟 很杰出的能力 很杰出的办事能力 所以包含那时候他的哥哥去牧养 他的爸爸才会吩咐约瑟 去看一下哥哥牧养的状况 所以我们可能对约瑟之前的形象 要稍微有点调整 好所以我们看见第五节 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 和他一切所有的 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 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 我们还记得12章的时候 所谓的亚伯拉罕之福 就是上帝赐福给亚伯拉罕 以及亚伯拉罕 接下来的每一个继承人 都有一个亚伯拉罕之福 就是要成为大国 而且是祝福别人 祝福全部各国各族的人的大国 所以就是神与他同在 接纳他的人 祝福他的人 这个人就会因着约瑟的缘故 或是因着亚伯拉罕之福 继承人的缘故 被上帝祝福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 上帝就大大祝福 波提法的家 凡家里和田间的一切所有的 都蒙耶和华赐福 波提法就很高兴啊 就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 除了自己所吃的饭 别的事一概不知 他都不用管 也不用操心 因为约瑟 把事情都办得很好 然后呢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所以波提法 他只知道自己碗里面吃的饭是什么 其他一概是他完全不管 他也不需要知道 约瑟原来秀亚俊美 秀亚俊美的原文很有意思 就是约瑟他身材很棒 容貌又俊美 这次给我们一个提醒 我们以前以为就是约瑟就是 可能就是花美男啊 十七岁的少男 就是长得漂亮 那三十九章告诉我们 他不是一个没有脑袋的小朋友 他是一个非常有办事能力 有智慧的一个少年郎 再来呢 他不仅容貌俊美 他怎么样 身材很棒 很像这个雅各一样 雅各是个大律师 他可以把那个 那个要那个井 盖在井上面的那个石头 一个人可以把他挪开 代表这是很有力量 好 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子 以目送情 以目送情原文是向约瑟 抬高他的眼目 抬高他的眼目 以目送情 给约瑟说 你与我同情吧 我们刚刚谈到 这个约瑟身材很棒 容貌又俊美 所以女主人就看上他了 约瑟不从 对他主人的妻子说 看啊 一切家务 我主人都不知道 代表他很信任我 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并且他没有留下 一样不交给我 主人非常的信任我 所以呢我可以管理 主人全家的东西 但是呢他只留下一样 不交给我 因为那不是属于我的 不留给我什么呢 就是他只留下了你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所以我怎么可以碰你呢 我怎能做这大恶 得罪神呢 所以约瑟呢 他就是对这个 主人的妻子 小以大意 说这个我不仅不能 对不起我的主人 我更不能得罪上帝 但是这女主人呢 怎么样 真的是鬼迷心窍 后来女主人 他天天和约瑟说 然后呢 约瑟却不听从他 不与他同情 也不和他在一起 约瑟非常的自爱 与其说自爱 不如说他敬畏神 他既不想亏负主人 他更不愿意得罪耶和华 有一天 约瑟进屋里去办事 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 那个妇人 就拉住约瑟的衣裳说 你与我同情吧 这个女主人想说 今天大好机会来了 都没有人在 他就拉住约瑟的衣裳 想要来用墙的 但是呢 约瑟衣服被你主人拉住 他索性怎么样 约瑟就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 然后跑到外边去 我就是我宁可衣服不要了 我也不要被你拉住 我要离开你 我不要跟你独处 我不要得罪主人 我更不要得罪我的神 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 跑出去了 真的他恼羞成怒 就叫了家里的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看他就是波提法 带了一个西伯来人 进入我们家里 要戏弄我们 他到我这里来 要与我同情 我就大声喊叫 他听见我 放声喊起来 放声喊 原本是抬高我的声音 喊起来 之前是他抬高他的眼目 看约瑟 他后来这个不能得逞 恼羞成怒 他现在就说 我抬高我的声音 起来呼叫求救 然后约瑟他就把衣裳 丢到我这里 跑到外边去了 他就扭曲事实 二人先告状 十六节 妇人把约瑟的衣裳 放在自己那里 要当证据 等着他主人回家 就对他如此如此说 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 那西伯来人进来 要这个戏耍我 戏弄我 我放声喊起来 他就把衣裳 丢在我这里 跑出去 你看 物证在这里 约瑟的主人 听见他妻子 对他所说的话 说你的仆人如此 如此待我 这个主人就很生气 哎呀 就把约瑟下在监牢里 就是王的囚犯 被囚的地方 还不是普通的监牢 是王的囚犯 被囚的地方 代表应该基本上 就是出不来的地方 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 但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向他施恩 使他在私欲的 就是监狱管理员的眼前 也蒙恩 哇 真的是太奇妙了 到这个 被卖成奴隶 到主人家中 结果神与他同在 他就蒙恩宠 凡事顺利 就做了管家 现在被人陷害 丢到监狱里面来 耶和华又与他同在 然后呢 这个使他在管理员面前 蒙恩 这个私欲 就是监狱管理员 就把这个监狱里 所有的囚犯 都敲在约瑟的手下 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 都是经他手的 哇 这个约瑟变成地下的监狱管理员 凡在约瑟手下的事 私欲一概不查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耶和华使他 所做的竞斗顺利 这个典狱长 监狱管理员 现在跟之前那个 护卫长的反应一模一样 这个人太能干了 他的神与他同在 交给他的事情 办理的结果 比我自己办的还好 我干嘛做事情呢 全部交给他就好了 所以呢 他也在那边得着了 这个典狱长的信任 我们看见今天的经文 就是不论我们在什么环境里面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得罪神 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面 也要对得起 信任我们的人 更重要的是 不论我们在高山还是低谷 不论我们是不是受冤屈 被卖到别的地方当奴隶 甚至是被陷害关在监狱里面 我们都要相信 神仍然与我们同在 不要失去的信心 神会拯救我们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赞美你 主不论处丰盛或处卑贱 主不论遭遇公平或不公平的 对待时 主我们都相信你与我们同在 主我们必定要在神和人的面前 蒙恩宠 主你必施恩于我们 使我们再次 在各样的挑战患难里面 总不被打倒 总要信靠你 总要遵你为大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